随着12月17号 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的正式服役 整个2019年 中国海军新下水和服役的军舰 最终定格在35艘 总吨位30.5万吨 相比2018年的21万吨 提高45% 继续保持下水服役舰艇数量 和吨位世界第一的双重记录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2019年中国海军下水服役的那些军舰 在今年新服役的军舰中 最受关注的自然是 刚刚交接入役山东舰 作为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航母 与辽宁舰相比 山东舰在舰桥、舰岛和内部舱室上 做出了巨大改进 为航母腾出了不少可利用的空间 因此山东舰携带歼15的数量 相比辽宁舰的24架 提高50% 达到36架 战斗力大大提高 而在不久之后 我们将有幸见证历史性的双航母编队 相信不少军迷对9月25号下水的 首艘075两栖攻击舰记忆犹新 但在山东舰服役的光环下 075早已竟无人问津 即使是近日现身的第二艘075也是一样 毕竟军迷都是大猪蹄子嘛 作为中国海军首型两栖攻击舰 075型满载排水量达3.6万吨 可同时搭载28架各型直升机 宽大的甲板能同时起降4架直升机 舰尾的大型物舱可直接将726型气垫登陆艇 或05式两栖战车投送上岸 另外第六艘071型船务登陆舰 9875指山舰在今年1月正式服役 第七艘071也接连下水 075配合071将使得中国海军两栖登陆能力跨越时提高 在大型驱逐舰方面 9月16日第五艘055在江南造船厂下水 今年4月 055万吨大区首舰101南昌舰正式服役 并参加了海上大阅兵 目前首批8艘055已全部现身 已形成服役一艘 下水4艘 再建3艘的规模 预计2-3年内即可完成建造交接入役 而在整个2019年 052地下水服役数量达到了10艘 而剩余新下水6艘全部为改进批次的052地 安装了新型相控阵远程警戒雷达 也就是俗称的苍蝇拍 大大提高了对隐身目标的探测 而在通用护卫舰方面 2019年中国海军一共服役了两艘054A型护卫舰 分别是今年1月服役的601南通舰 和2月服役的542早装舰 截至目前全部30艘054A已全部服役 未来更先进的054B我们拭目以待 同时作为近海防御的主力 2019年中国海军一共入役了4艘056A护卫舰 分别是6月服役的625八中舰和广安舰 以及8月服役的603定舟舰和604牡丹江舰 另外还有12艘056A在各大船厂下水 作为1300吨级轻型护卫舰 056型护卫舰未来将作为中国海军近海防御的主力 预计将超过60艘 从2019年中国海军新舰下水服役的速度来看 平均每月下水3艘新舰总吨位30.5万吨 比整个法国海军总吨位还要高 所以正是由于中国海军如此恐怖的下饺子速度 当近期美国海军研究所盘点2019中国海军的数据 第一反应是 这太糟糕了 该研究机构详细细统计了目前中国海军的各型舰艇数量 并根据目前中美海军的发展速度 预测了中国海军何时能超越美国海军 我们详细翻译了这份纯英文报告视频 并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聘关注港与军事微信公众号回复超越 看看中国海军何时能超越美国海军 开读鲜明解析世界军情要文 奇葩搞笑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刚与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只为您呈现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